苏澳镇蕴藏许多农村好物需要透过品牌建立跟电商平台来提升知名度 而苏澳镇公所在2023年大力推动苏澳镇特色商品研发推广 以及苏澳好物产业平台建立计划 国外苏澳特色的农余产 而公所今天跟业者攜手举办了苏澳好物成果发表会 内计招商记者会展示苏澳好农苏好物 苏好食跟苏好事的四大主题执行成果 苏澳好物产 今天特别在这里办理这样的所有的成果发表 还有最重要是要做这个招商的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成果发表 让大家来更认识我们苏澳 把我们苏澳非常优质的这个龙与特产品 能够推广到全台湾全世界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招商也希望能够聚集很多 希望能够合作的 然后一起来跟我们这些伙伴们 大家来讨论把我们好的优质的产品 在各个通路或者是这个电子网站 购物网站上面都能看到我们的苏澳好物 苏澳政工所经过两回合的公开征选 以及产官学界专家品鉴 选出22样代表苏澳在地浓宇产的苏澳好物办手里 民众可在无毒农以及单路电商平台购买 而获选的苏澳好物业者表示 透过电商跟实体市集的加强行销 让他们的产品更容易被看见销量也更好 对行销部分比较没有什么经验 那透过这个公所办的活动 讓我們可以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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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我們的農產品可以讓更多人的認識跟了解 那我們很重要的就是種了七個品種的稻米 所以我們可以做出這麼樣豐富多彩顏色的純米麵條 它是無膚質的 對於有需要的人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本來是透過我們自己熟悉的社群 還有我們的股東俱樂部去做推廣 那現在有公所 它可以幫我們上架到一些大眾的平台 或者是友善好物的平台 我覺得對我們的這個知名度跟曝光率都有很高的提升 而且有更多人可以接觸到我們這個品牌 那草稽之麵呢已經有七十幾年的歷史了 那今年呢我們走向一個創生的品牌 用冷泉水加入麵條製作出Q彈的冷泉麵 希望可以代表地方代表蘇澳做冷泉麵的伴手禮 然後我們遠大的最後的理想呢 會希望成為台灣的門面 除了說好物成果發表外 公所也在現場設了蘇澳好食的Buffet餐桌 擺放12項以蘇澳濃漁產製作的黑米比利時鬆餅 紅柚氣泡飲等蘇澳好食 讓大家來評鑑 直接體驗蘇澳濃漁業的堅強實力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 採訪報導 馬桑林議員